天女要回归于天必须斩断于人间的陈远 她根本就做不到 如果她不能斩断陈远 那我们就帮她去斩 实在不行 我们就连她一同斩去 天女光明圣会的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书院十二先生陈皮皮被天女选中光明度饮食者 此刻被扣于祭台正中 只待天女一声令下 便将牺牲自己送天女回天 陈皮皮看着眼前这帮道貌黯然之辈 心中一阵惋惜 雄出莫才不管这小子耍声花招 一声祈福之音响起 一束浩天神灰落下 一阵撕心裂肺之痛席卷陈皮皮全身 饶视天女不禁激动 毕竟此刻是她距离归天最近的一次 就此时 唐小唐忽然飞身闯进祭台 霸气一声喊道 说罢便欲将陈皮皮带走 只可惜唐小唐不过书院二代弟子 怎么抵挡这掌教的浩天神灰 眼看小唐为已 叶红瑜忽然甩手一挥 一道繁龙神阵罩住了机台 雄出莫一眼看出 叶红瑜此举乃故意袒护 正思索间 一道黑色念力忽然从远处袭来 瞬间将这神殿众人掀翻 雄出莫还不及反应 便被一柄长剑架住了咽喉 想不到来人竟是西陵皇子龙庆 龙庆你疯了不成 龙庆本是受了贯主之命 前来搭救陈皮皮 只是这修为差距实在太大 之命竟又如何比过天起 这权杖向前一推 直奔唐小唐 陈皮皮见状一惊 赶忙转身护住 若不是担心天女责罚 恐怕陈皮皮此刻便已是这帐下冤魂 接连的变数让这长教实在恼怒 当下掌心金光一闪 便将唐小唐扯于身前 此刻陈皮皮已被废去一身修为 看着心爱女子即将被这长教杀害 只得大喝一声 就看人群中一人飞身跃起 弯弓 搭剑 一道元十三剑 夹杂金光福利 想不到这十三先生早已混迹此中 宁缺 精神阵的守护者都来了 唐国王 是你们西陵要王了 太猖狂 当年我老师斩遍你们漫山桃花 今日我就削平你们整座桃山 见宁缺出现 这天女当即一道千里传音 九徒徒夫何在 不要干了 不要干了 就咱们你 来就知道 不得琴仙 九徒徒夫正欲前往桃山 不想眼前却被李漫漫和朝小树拦住了去 今天是仨人分你知道吗 这可是天女的命令 那不能违背 你要去光明会是小师 但你想动我的小师弟们 那便是大师 那让你死 是大师 还是笑死你 九徒说罢直接甩出了手中九徒 却被李漫漫无惧闪身轻松回营 虽有境界之差 但李漫漫此刻已将无惧发挥极致 转眼两人便以花里胡哨树感育 而身旁的春松亭老巢 此刻气还雪山空无 自然没让徒夫重视 此刻李漫漫体力终究不支 一脚被九徒踹中胸膛 眼看九徒身势极快朝自己袭来 李漫漫当机使难远转神通 只是这鬼魅身形早已被九徒看穿 两人同时击出一拳 又同时向后倒退束 这话因为落 朝小树便落于场中 九徒这才明白 原来这一切都是书院作局 只是这局也未免太过普通 就看徒夫猛地将手中斧子挥出 而李漫漫则是无惧又将这斧子接过 电光之间 徒夫一掌拍向朝小树胸膛 却不想 这朝小树体内竟爆发出无穷的人间剑影 原来在此之前 李漫漫几人便在暗中商议 奈何徒夫九徒修为实在太高 若想铲除 唯有出其不意 于是朝小树孤身来到剑阁 遇向柳白借剑 而其代价便是 以致命之境 强行接下柳白一剑 自此一身修为禁费 而柳白一是欣赏朝小树为人 将自己人间之剑 藏于朝小树体内 徒夫九徒狗活千年 却不想被两个小辈算计 春风亭老巢以死相拼 忠实帮命却挡住了二人 两只老马 我信了这千年修